HELLO 大家好 我是Tommy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期待已久的C63 AMG Coupe 而更特別的是我們請到一位仿車賽的車手為我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華龍車隊的謝森 這次我們特意來試試C63 Coupe 讓我們試試看是否真的這麼棒 C 這輛AMG C63是怎樣的呢 這輛AMG C63是怎樣的呢 不是四四方方的 還有頭蓋骨位也更明顯了 感覺上很有霸氣 好像有點沙兒 這輛AMG這麼大 多少吋 這輛AMG19吋 難怪不知要拋到沙板這麼寬闊才能離開 但高度跟標準車差不多 但只拋出來感覺上完全奢供了 看看車尾 這輛AMG C63 4門其實很接近 兩邊四出遮蓋後 有個尾Defuser 上面還有一隻小的Carbon定封液 但不知對於空氣運動力有沒有幫助 進來車廂有甚麼感覺呢 一坐下就看到車廂有很多碳纖維的裝飾 感覺是跑味很濃 而且最喜歡的一張椅子 這輛AMG Sport Seat的承托力很好 不像賽車那些硬斑斑 而且又看到一個Panoramic Sunroof 車廂裡面的感覺很開揚 Tommy 是 這輛C63 副計算是6.3 其實它是6208cc 馬力就有487.0-180cc 這個Panel Shift的感覺 比一般Benz的Panel Shift 反應好像比較快 之前駕開的是要等的每一下 這個就直接很多 這輛車的感覺很不錯 對呀 因為它那個Suspension Bushing 那個Damp和Spring 其實是跟4W的系統的 它是改善了 是令到整輛車的動態 要是4W的那輛 就會改善 比較舒適的 這輛就比較浪費 我今天試了這麼久了 這輛車的外觀和性能 我都很喜歡 如果不需要經常車人的話 這輛車絕對值得考慮 好多謝謝芯 今天跟我們分享你的意見 希望你們有機會的話 都試試這輛C63 AMG Coupe MG Coupe MG Coupe ROM MG Coup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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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